12月30号晚 中国正在听总决赛在北京举行 赵玉成凭借一首原创歌曲夺冠 吴思思 阿云打 风霍亚继军 当天歌手蔡国庆也甚深帮唱 评委余成庆 蔡依林 丽宇春和李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比赛结果并不意外 选手们都发挥出了正常水平 自己觉得这三位都还蛮喜欢的 然后也都就是有保持他们平常该有的水准 所以今天赵玉成的关注就是我不意外 同为选秀出身的李宇春此次担任评委之一 被问作为前辈对选手有什么建议时 春春笑说不想当前辈 并谦虚表示要向自己的前辈蔡国庆学习 前辈 我不想当前辈 没关系 前辈你说一下 我觉得最爱心的就是今天在现场看到蔡国庆老师 然后他跟这个选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一种互动 我觉得他是最好的诠释 他是我的前辈 我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 他已经用他的这个行动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前辈 他有的这样的一种 风范 风范 对 谢谢 虞仲敬在采访中则表示 这次当评委不能实际的帮到选手 自己感觉不够爽快 做这个中国正在厅 就是那个心仰难耐 因为所有的事都只能说 然后不能吃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选手的表现 然后我们其实在私底下也在讨论 如果这个怎么样就好 那个怎么样就好 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完成 所以这个对我的习惯来讲 是有一点这个不太不太爽快 对于选手现场直播唱歌不够好听的说法 虞仲敬表示 唱现场不可能实权实美 音响老师很重要 作为评委最重要的就是不被音响老师迷惑 要听到选手真正的状态 我觉得live就是这个样子 唱现场的不可能实权实美 包括我们台上的人都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 可是我认为最重要是一个真实性 我们这个节目讲求真实性 也许它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或不完美 可是那就是这样的 live就是这样的 那我也愿意接受它 我也跟着节目一起再调整 因为你知道我们看都是现场的 所有的节目都一样 那我认为其实当然 每一个选手会有不同的这个高低 可是我认为现场我们听大概都是 这个只要音响老师够好 可是我们也要能够 那个不要被音响迷惑住 可以听得到选手真正的状态 蔡依林在现场一直是亲善好导师的形象 她说 直播节目对台上每一位挑战者 心理压力都很大 作为演艺界前辈 能给选手的就是更多的鼓励和信心 其实我觉得在台上每一个挑战者 心理压力蛮大 我觉得就像我们歌手 每一次在现场的舞台 不管大小型演唱会还是表演 其实都需要承担这一些 我觉得我们四个的确是表演经验 比他们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只要给他们一些鼓励 其实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信心吧 我觉得 周星王介绍的蔡文婷 北京采访报导